大家好,这几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,我们正逐渐走出商民一代的阴影,开始正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,文化自信正在逐步的形成和树立当中,但是传统文化也不是虚的,譬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几点,第一,大一统,第二,华夏族以及汉族是如何形成的,第三,废除祭祀鬼神而开始敬祖宗, 第四,天下为公,民本思想,这几点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形成的呢?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,首先涉及一个比较大的历史事件,就是周朝取代商朝,王国伟在殷商制度论中提到,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,莫具于殷商之计,但是我们也知道,在伐咒之前周恩王就已经死了,伐咒成功之后没多久,周武王也死了,留下了年幼的周成王。 而周代商本身就是小宗取代大宗,更是趁着商周王去罚东夷的时候,趁虚而入,占领了首都。 这个时候啊,商朝的移民数量非常大,也掌握了强大的武装,如何让商朝的移民臣服,如何维持天下的统治,如何确立周代商的合法性,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 这一系列的任务呢,就落在了周常王的叔叔,也就是摄政的周公弹,周公的身上。 汉书的大思想家贾宜曾这样评价周公,文王有大德,而公未旧,武王有大功,而智未成,周公即大德,大功大智于一身。 首先啊,周公做的事情呢,就是对殷商的覆灭的反思和总结。 如周公说,我不可不见于有下,亦不可不见于有阴。 那么在这个反思的过程当中呢,首先啊,将商人的血缘论变成了文化论,甚至说在很大的层面上,废除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认同,以血缘为依据。 将商朝的血缘国家变成了文化的国家。 这个就要往前推了啊,在原始社会的时候,氏族部落林立,这些氏族部落之间是有交流的,但是没有同属的关系。 商朝之后呢,对吧,这些部落呀,叫为方国,这些方国和商朝是朝贡的关系,但是这种朝贡不能理解成清朝或者明朝等等吧,朝鲜半岛等等这种朝贡的关系。 这些方国和商朝之间有联系,但是联系呢又不是非常的强。 和商朝之间有很大的离散力,根本原因啊,就是双方的血缘不同,有血缘呢又带来了非常强大的等级制度,所以商朝建立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。 当方国有反叛或者离心离德的时候,就通过军队讨伐,简单说吧,就是通过强大的武力在统御这些方国。 所以我们看甲骨文呢,这些方国反叛是时尚时尤的,和商朝之间的军事斗争也是非常多的。 那么同时啊,周朝也是当时的方国之一,而且,商朝呢对这些方国的关系,甚至说呀歧视也是非常严重的。 比如周朝没有文字,甲骨文里的周就是用,用字啊,从用从口。 在商人看来,周族的特征就是缴纳共用的人口。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,就是用字上点了无数的小点。 这些小点在甲骨文当中代表着鲜血,它是用来被杀的人胜。 其实后来殷虚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,在商朝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是非常非常的多的,各路的鬼神呢,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祭祀,而这些祭祀活动当中,使用大量的人,包括婴儿,成年人,甚至老人,妇女,儿童等等,都是有的。 那么通过呀,对这些人的杀害等等,达到他的祭祀目的,在周人看来是非常残忍的。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,就是周人要提供大量的用于祭祀的人口。 之前看很多人说呀,商人祭祀的人口大多数是通过战争获得的,这个话也对也不对,其中有一部分祭祀的人口是战争获得的,但是商人的祭祀是非常频繁的。 但是商人并不是时时刻刻发生战争的,那么在和平年代,大量的祭祀的人口如何实现呢? 其实不仅仅是周人,包括其他的一些周边的小方国,都要提供类似的祭祀的人口,而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供的方国。 所以周对此本身就是非常反对的,那么商人呢,也从来不用自己的,对吧,商人去祭祀。 这就和商人的信仰有关了啊,譬如天命玄鸟,对吧,降而生伤啊,所以商人信奉的是玄鸟,但是这个玄鸟的神是商人的神,不是其他方国的神,所以他只保佑商人。 那么因此呢,商人是天下最强的大商,因为我们有玄鸟,我们有神来保护啊,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方国呢,你可以理解成都是渣渣啊,有今天的话讲究都是渣渣。 所以,包括疑人啊,枪人啊,等等,不是奴隶就是被当做人训了啊,所以啊,周公首先建立了封建礼乐等级制度,在这套制度之下又衍生了分封制。 那么分封制的意志形态呢,就是搞天下一家,我是共主,由此演化出了后来的大一统的思想。 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不是贫困而生的,在分封制度之下,将周王室的宗亲分封到, 各地做诸侯国。 那么天下积性的诸侯是最多的,当然也有些其他性的诸侯,但是积性的诸侯为主。 这就改变了过去的方国的形式,以前的方国是以血统论的, 现在呢,各个方国的共主和周天子都是宗室,或者你说都是亲戚啊, 或者大家都是一家的,那同时啊,这些诸侯国的共主, 既和周王室有着密切的联系,同时跟他所在的这个诸侯国呢, 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啊,假设我是,或者说齐国吧, 我是齐国的国君,那显然齐国的子民也是我的子民, 你不可能再像商朝那样搞,齐国人的血统是齐国人的血统, 鲁国人的血统是鲁国人的血统,这已经不可能了, 血统论已经就分封制啊,就崩塌了, 同时呢,也因为周礼,就眼花出了另外一套东西, 就是不管你是疑人啊,枪人啊,还是什么人, 你只要尊奉周礼,你就是周人, 所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楚国吧, 楚国原本和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并不深, 甚至没有多大的联系, 后来呢,楚国也老自命为周人, 也老和中原文明之间啊, 插谎,虽然有一些自命不凡的诸佛国比夷楚王, 对吧,楚王有时候也会自嘲,我蛮一夜, 但是对楚王来说也是不在乎的, 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, 我也尊奉了周礼啊, 我也尊奉了周朝这条文化, 周朝的文化是文化论不是血统论, 那我依旧可以堂堂正正的, 对吧,说楚王也好,或者我们楚国也好, 都是周人,这就形成了一个废掉了血统论, 以文化论为基础上的这么一个周人的概念, 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呢, 又逐渐形成了华夏族, 华夏族在春秋战国这种大混乱大纷争当中, 依旧是建立在以文化论为基础的, 包括秦始皇能够统一六国, 对吧, 虽然后来经过了一些混乱, 西汉也建立了, 在西汉呢,又正式形成了汉族这个概念, 都是因为这一套文化论的概念, 而且也因为不管是秦汉吧, 这个中央王朝的人口比较多, 疆域比较大, 文化比较繁荣, 对周边的一些小国的吸引力也是非常强的, 再加上呢, 是以文化论, 所以周边的小国愿意学习你的文化, 而不是因为血统, 把彼此之间隔阂了起来, 其实这个呀, 你可以理解成现在西方的这套普世价值, 早期呢, 西方, 对吧, 其实是以宗教为代表之下的血统论的, 对很多的地方的, 譬如黑人啊, 等等, 采取了奴役的制度, 其实这种思想至今也没有完全的秉除, 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嘛, 所以包括对亚洲啊, 等等, 这些族裔歧视也是非常强烈的, 这个背后呢, 都是没有完成从血统论到文化论的这么一个过渡, 事实上在西方现在也是一个过渡当中啊, 这个就不详细说了吧, 那么第二个呢, 就是宗教, 宗教和前面说的这些祭祀活动啊, 人圣啊是分不开的, 我们现在阴虚的很多的考古, 也证明了啊, 阴虚的很多里面啊, 人圣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, 而且, 对吧, 殉葬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, 对吧, 除了殉葬呢, 还有很多祭祀活动来对人呢, 进行各种的杀害, 譬如把人的脑袋搁下来, 放到青铜器里面煮啊, 譬如婴儿, 对吧, 被杀掉, 有的一人劈成两半呢, 有的是腰斩的等等, 其实每一种斩杀方式都有它特定的宗教含义, 当然啊, 这一种, 对吧, 比较残忍的杀害方式呢, 除了和前面说的, 就是商人认为啊, 这个神只是保护商人的, 其他人不会得到神的庇佑的, 有一定的关系, 所以拿其他的方国的人呢, 就不当人, 到了周朝呢, 我们都是一样的呀, 既然我们是一样的, 对这个神的概念, 就要进行重新的解释和重新的诠释, 在周朝啊, 尤其是周公, 把这个神呢, 就引用了一个德的概念, 就是这个具体的玄鸟也好, 或者是上帝也好, 到底存在不存在呢, 对周人来说, 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, 他首先假设上天是有德的, 先给上天, 先给这个神下了一个定义, 如果他是有德的的话, 那么这些残忍的祭祀方式等等, 那是非常无德的, 那么一个有德的上天, 作为人来说, 我们只要顺天应人, 只要我们统治者来说吧, 政治清明, 国富民强, 包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错, 这样的话呢, 上天一定是高兴的, 因为上天有德嘛, 作为有德的上天, 他希望看到你四处混乱, 过度的屠杀呀, 对吧, 各种的盘剥呀, 如果上天真的带有这种思想, 带有各种的, 类似人的这种, 怪暴力乖章的这些情绪的话, 那他又如何称上天呢, 所以给上天树立了有德的概念, 那么在上天有德的这种情况下呢, 其实上天啊, 他就越来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, 这个抽象的概念啊, 逐渐演化成一种自然界的规律, 比如老子, 对吧, 道德经里面很多的东西, 这也不是凭空来的嘛, 老子是周朝的首藏式之时, 也就是周朝的史观, 包括后来的庄子等等, 庄子的奇物论呢, 也演化出了, 在天地万物规律之下的, 世界万物平等等等, 这一系列的思想啊, 这个都取缘于从中共开始的, 对吧, 对上天进行重新的诠释, 这个诠释就很简单, 它是有德的, 通过一个德呢, 把一个具体的神的概念啊, 进行了抽象化了, 通过把这个神的概念抽象化了, 对吧, 那就引化出了顺天应仁了, 那么顺天是一方面, 因为天是很抽象的, 那应仁就是非常非常具体的, 同时啊, 因此演化出了, 这个长幼有序, 尊卑有别, 嫡藏子继承等等, 而且不战鬼神, 而敬祖宗, 那么敬祖宗这个, 对吧, 孔子后来的说, 三人行必有我师, 也是一样的啊, 对吧, 因为很多的祖先, 他也是有德的, 在这个有德的选举过程中呢, 更多的选举的是有德的祖先, 比如我们现在啊, 很多的家庭, 对吧, 这个敬祖先不是每个祖先都敬的, 而是你这个家族当中, 出了比较厉害, 比较有名的人物, 后世的子孙向他看齐, 所以在这个敬祖先的过程当中呢, 周朝啊, 对吧, 也是敬这个友德的, 包括创立了很多工业的, 同时对商朝, 也就是说他前朝的这些君王呢, 也做了这种看待, 比如商朝的商汤啊, 对吧, 在周朝里评价就非常高的, 只不过他把所有的罪恶都加到了咒王身上, 这个咒王有一些委屈吧, 但是和周朝的这种思想都是差不多的, 如果你真的是很有道, 你怎么能亡国了呢, 既然亡国了, 那这个咒王呢, 肯定是不到的, 肯定是个昏居, 至于他昏到什么程度, 后来给他加了很多的笔墨, 但同样的, 周朝对商朝的, 比如商汤啊, 伊尹啊等等, 这些评价也是非常高的, 把他们都纳入了, 对周朝先王的崇拜系统当中的, 这个对先朝, 对吧, 只把具体的罪恶加到亡国之君上, 但是对先朝的其他的君王呢, 也没有否定, 反而同样纳入, 这个对吧, 靖祖先的系统当中, 本身又代表着一种文化, 历史的延续, 让商河州呢, 没有割裂开来, 这也是我们后来历史文化, 能够延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, 那么同时分封诸侯呢, 他的经济制度就是王田制度啊, 后来这套制度是商鞅变法, 非景田开芊末, 彻底的废除了, 当然只是在秦国彻底废除啊, 全国范围内彻底废除是后来的事情了吧, 这个王田制呢, 又代表着土地国有,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兵, 莫若王臣, 这套土地国有制度呢, 对应的又是天下为公, 对吧, 这个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吧, 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 这个王太霸道了, 天下的土地都是你的了, 由此演化出封建独裁等等, 你要这么理解是不对的, 为什么呢, 作为天子他能吃多少, 他能用多少呢, 天下种多田, 他能种多少呢, 无非是以天子的名义, 分封给了世人, 那么世人拥有了这些土地之后啊, 他难免会遭到侵害的, 会遭到地主的侵害啊, 或遭到其他人的侵害, 那在这些侵害的过程当中, 他如何避免被侵害呢, 也就我们后来所说的土地兼并, 为什么是错误的呢, 对吧, 因为这个土地都是王的呀, 你有什么资格占有吧, 而对吧, 王的土地, 那么下面都是王的子民, 所以分分给了王的子民的, 所以啊, 这些老百姓们也会说呀, 我们都是王的子民, 那么王的土地, 我们享有之, 那你如何要剥夺呢,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, 在后世的社会眼镜当中呢, 很难达到, 一个是人是有私心的嘛, 第二个阶级是永远存在的嘛, 第三个生产利益发展的水平, 并没有达到, 但是天下围攻这种思想, 是深入人心的, 也一直成为后来我们中国, 2000多年封建王朝当中, 非常重要的思想, 这也是每一个王朝都能够陨落, 但是又能够重新建立起来, 维持住整个国家文明的延续, 当然除了天下围攻啊, 包括前面说的, 这个汉族的成立, 对吧, 抛弃了血统论, 形成了文化论, 近代国家兴起之后呢, 血统是非常重要的, 因为近代国家都是民族国家, 但是你要回到商周, 或者回到中国, 包括2000年封建历史当中啊, 对吧, 天下分分合合, 各种割据势力, 四处存在, 那如何能够实现大一统呢, 而且为什么实现大一统, 又成为大家民意所向呢, 因为我都是一个民族嘛, 这么一个民族, 搞这么多割据政权, 互相打来打去, 天下大乱, 又有什么的意义呢, 那么为什么我们又都是一个民族呢, 不管南方的北方的东边的西边呢, 大家语言不同, 甚至很多习俗不同, 但归根结底在州里上, 当然后来啊, 这个有好几次华一之变啊, 因为州里不可能是放置四海皆准的, 会随着时代而演化的, 但是后来的华一之变呢, 都是在州里的这个系统之上建立起来的, 那好, 今天的视频大概就录完了吧, 主要就说一下啊, 我们经常说的几点, 譬如大义统啊, 对吧, 天下为公, 土地公有啊, 而且废祭鸡鬼神而敬祖宗, 从一个政调合一的政权, 而转化成世俗政权, 包括孔子后来, 子彼与怪力乱神啊, 等等, 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呢, 这个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, 对吧, 包括秦始皇为什么统一六国呢, 这种大一统的思想, 显然不是从秦始皇那里突然蹦出来的吗, 虽然我们儒家吧, 对吧, 把这个大乘至上先师都放到了孔子身上, 其实是宋朝以后的事啊, 宋朝以后呢, 把孔孟放到儒家的核心, 但是在宋朝之前, 儒家学书又叫周孔学书, 周公依旧是排在第一位的, 当然我们要承认啊, 这个李治也好, 孙僧治也好, 对吧, 包括长幼有序啊, 嫡长子, 继承治啊, 不羁鬼神而敬祖宗, 对吧, 包括王田治啊, 等等, 这些都是从中宫这里开始肃立变形成的, 但是他真正的彻底的形成, 那是需要非常长的历史诗卷啊, 尤其是在民族形成当中, 那是要在春秋战国, 对吧, 一个是在战乱当中, 战乱当中人心私定, 很多的功气呢, 又被扶了起来, 孔子也说过, 他是素而不作的, 就是素而不作吧, 就是孔子真正原创的东西并不多, 大部分呢, 都是依据周礼而来的, 那么也是从周公那里来的, 孔子对周公也是非常推崇的, 那孔子为什么法三代, 对吧, 又接上周礼呢, 也是因为周朝灭亡了, 周朝所确立的这些东西啊, 对吧, 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呢, 说实话并不是完全不信的, 否则的话, 对吧, 这个东周啊, 尤其是周天子, 已经几乎等于不存在了啊, 这个诸侯国没有几个理他的了, 但是, 对吧, 周天子呢, 又始终没有被彻底的推翻, 一直到秦朝, 才把周天子给, 对吧, 给推翻了啊, 周天子始终能保持形式上的存在, 也就是说大家对周礼呢, 还是有一定的认同的, 那么因为有这个认同啊, 后来呢, 又逐渐的会形成的, 而孔子呢, 又是把他给接上了, 那么孔子的这个接是非常重要的, 在春秋战国时期, 包括后来的秦汉唐等等, 你如何来说, 对吧, 后来的汉唐啊, 对吧, 和这个商周之间是延续的呢, 如果不谈文化的话, 这个延续恐怕是很难谈成的, 当然汉朝初年采用的是黄老思想, 也就是当时的道家思想, 同样的黄老思想事实上呢, 也是从周礼那来的嘛, 毕竟老子也是周朝的守藏式知识, 老子的这些东西, 也不是他自己原创了, 那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